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植牙式进所 我是Sandra三卓拉 今天我们又再度邀请到小赫老师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邀请到小赫老师 因为现在是毕业季嘛 那刚好我上次去上课的时候 有同学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我到一个地方工作 然后后来我的老板他加入了某直销公司 然后叫我当他的下限 那我是可以拒绝的吗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在讲说 求职有赚有赔 如果你是职场小白的话 你们一定要注意 那我们刚好小赫老师还有亲身经验 我们请他来分享一下 话题一开始我先来做一个经验分享 这个应该也是好几十年前 就是小赫老师刚退伍 刚是职场小白的时候 刚退伍的时候 然后就一个人北上上台北 北漂 对对对 然后要上来台北打拼这样 上来台北因为那时候也人生地不熟 所以其实也是透过那个应该是报纸 我那时候看到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应该是在大稻埕那边 就在某栋大楼里面 他在应征什么呢 他在应征那个外汇的助理 那个外汇不是吃东西那个外汇 是那个我们金融外汇的那个外汇助理 然后我就想说那这个看起来好像还蛮厉害的 那我们就去应征了 然后去了之后呢 第一天都是在训练 然后他就教我们说 你要怎么就是 讲一些那个简单的那个外汇的那个名称 然后怎么操作 那第一天训练完之后 那第二天开始 就很特别喔 我们就几个喔 助理啊 就在某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你就打电话 打电话干嘛 你就看着那个指数 上上下下对不对 其实是凭你的直觉 你是要buy还是要sell 还是要平仓 你就电话打过去 就会有一个人跟你对谈 然后就这样 持续了应该有三天吧 那三天后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主管 就来跟我们开一个会 他就说 那你们这段期间好像操作的就普普通通这样子 那可能 可能就不符合那个适用的条件 但是呢 你们有一个选择 你们要不要自己进来玩 意思就是 你们去 我记得那时候是说 一口就是一万美金 好 一万美金 那时候大概也有三十几万台币这样 就跟我们说 意思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那那个可能助理这工作 你们不能做了 如果明天要继续来的话 你们可能要 去想办法 去弄到钱 然后自己来投资这样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 习惯怎么怪怪的 我明明只是来应征一个助理 那时候小贺老师对劳基法还没有 对那时候头发还没有那么白 对 就那时候还是很年轻的时候 就觉得奇怪 那越想越不对 我隔天还是有去 但是我就说 那个因为也没有那么多钱 然后就讲一讲之后 当天我就离开了 不过就有给我一包那个现金带 那里面就是几千块这样子 OK 至少他有拿到薪水了 对对对 后来真的自己进了包含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出了社会之后 大概经过可能有十年之后 我才渐渐了解说 当时的那一个情况呢 其实是那种 真的叫假真财 假真财 真诈骗 假真财 真什么呢 真的是想要你把钱丢进来 就是那种所谓的不明投资 他是希望你把钱丢进来投资这样子 讲到这边呢 这个我个人的例子 就我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 就是说如果他是直接很明显是诈骗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判断 但是最怕最怕的就是那种 你可能刚进去的时候 看起来都很正常 就是助理的工作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专员的工作 都很正常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开始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开始怂恿你去买一些东西 或者像刚刚Sandra说的 对 进去一阵子之后 那个就开始说 我做这个很好做啊 什么东叉购物 不是啊 就那个就什么直销这样子 来跟着老板一起做这样子 对 像这个时候呢 反正我们就记住了 我们进来是应征某个职位 对 那就从事那个工作就可以 至于老板要额外要求你要做什么 或是加入什么的话 就除非你自己也同意 对 不然的话你是可以拒绝的 对 因为这个跟工作无关 对 那像我刚刚那个学生 他的例子就是说 进去做的工作内容跟当初应征之位 不符合 那过了几个月之后呢 他的老板加入了某直销公司 然后跟那个员工说 你也加入 可是那个员工就觉得很奇怪 我根本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啊 某公司的老板又找了直销的另外一个主管 来看说明会吗 来叫他加入 他说 没关系你就加入 然后你的会费呢 我就从你的薪水里面扣 哦 好好好 注意哦 好当然啦 那个从薪水里面扣 前提是我们不同意 而且你要很明确的说不同意哦 对你要说 no 对就算没有白纸黑字的说不同意 至少可能在讯息上面 比如说line上面 就要表达说 那个老板我没有要加入 所以你也不要从什么薪水里面扣这样 如果老板还是很直立这样做的话 至少会有个问题 就是薪资不完全给予嘛 对 因为他片面的把你扣掉 那假设你一个月本来要领三万块 结果可能其中那个汇费啊 假设三千块 那他实际上只给你两万七的话 是不是少给三千 对 那这个就是薪资不完全给予 那这个的话可以罚两万 罚 雇主罚两万 然后薪水还是要照给这样 不过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明确表达你不要 对 因为有时候会有争议 就是我们听一听也觉得 好像还蛮好赚的 那我考虑一下 当你考虑的时候 那老板他可能觉得你也没有反对啊 对 那就表示你同意了嘛 所以变成这后面就会有这个争议这样子 对 所以最好在当下就是很明确的 你至少要跟老板讲说 我当下我没有要接受 我就算要回去考虑 那也是后面的事情 就是我当下我没有要同意 就是这个不这件事情一定要讲得很明确 对 就是大家跟我念一遍 不 没有 如果你觉得那个工作内容 还有就是说他老板请你做工作以外 你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只要你不同意 或者是你觉得有疑虑的话 就是其实就跟那个什么 我们有时候会接到那个行销电话嘛 你一定要很明确跟他说不要 不需要 你不要那边模拟两可 就是 这样 就是你没有明确的讲到否定的字 这样可能到时候就会有争议 所以刚好 尔虚亚是职场的毕业季嘛 那你们刚出社会的小白们 你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们在应征公司的时候 你们要去看一下这家公司老板 他是不是比较正派的 或者是说他请你先缴钱啊 或者是叫你交什么信用卡 或者是交身份证啊 叫你入会啊 或是哪一堆东西让你签 哪一些东西 然后就说你不用看 你就签一签这样子 对你要小心真的 职场有很多陷阱 职场如虎口 对 所以我才说求职有赚有赔 对 希望你不要是赔的那一个这样子 就是在当下 你也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骗你 然后又担心说 那万一我不签或者反对的话 那是不是我可能就不会被录取 没有被录取也没有关系 对啦 因为那一家不要去也比较好 真的真的 我觉得安全比较重要 对真的 然后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 所以有些文件 你万一签了 即便他可能对你有什么 比较不利 实际上到后面也是要经过法院的判决 那到时候那个时间又拖得长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那个劳动力发展组 其实就有三令五声 那个七步原则 七步原则 我觉得这个七步真的真的还就很不错了 好 第一个步是什么 特别是各位镜头前面如果是所谓的 职场小白 就是社会新鲜人 你要那个能够自保 这七步一定要记得 第一个 刚刚Sandra提到的 步缴钱 你在当下就不要听从什么说 我们这个职务因为会什么 会那个什么碰到钱或什么的 所以需要押一个保证金 没有这回事 或什么签本票 这个都不要 这个都不要 不缴钱 本票都不要乱签 真的不要乱签 第二个不购买 我们今天来应征 结果怎么变成我们来买东西 这个其实也不太对 然后再来就是不办卡 各位应该都知道了 反正就不要乱写些东西就对 然后不签约 即便拿出来的 就算是劳动契约 其实各位也可以跟公司主张说 我可以看一下再来签约 不用急着当天就签 甚至如果这家公司很急着说 不行 你今天一定要把所有的文件都签完 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录用 那你还真的要考虑一下 就是可能就真的不要让它录用 因为这么急一定有一些原因 一定有一些风险 对对对对对对 你可能进去之后你又要马上又要离职了 对搞不好这是一个死缺这样子 对啊 所以它在饥饿 就怕你跑掉了所以赶快叫你签 可能它在抓交替 之类的 也需要到了 好 第五个是不离身 它讲的是证件跟你的一些卡片 就是譬如说我去帮你影印一下 结果你影印 他就帮你挪做胎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照理说去应征应该不需要用到信用卡 对真的 或者是银行什么金融卡 应该是不需要 如果他给你要的话 你就说不好意思我都没有带 对 我说我很穷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陷阱之类的 好 然后再来第六 这个也很重要 不饮用 就是说不要喝那个来路不明的饮料 对我们就自己带就好了 自己带水 对自己带 然后第七个就是他讲的是不非法工作 但是坦白讲这个大家可能不好判断 对这你很难判断 对 是不是非法工作 有时候他看起来好像是正当的 就是你进去发现 正当的讨在公司这样 没有 这个呢就是大家要提高 就保持那个敏锐度 对警觉性 就是你到一个陌生的面试的环境 你要先还是观察一下 最近的逃生路口在哪里 就是观察一下说这家公司有没有怪怪的 然后他的整个设施配置 是不是很正常 那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不妥当 甚至如果我们的那个社会新鲜人 比如说就找你的朋友 或者是有人一起去 这样子就是比较安全 对如果你到那个面试现场 你发现他们的人给你一种奇怪的感觉 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这家公司一定是怪怪的 对啦对啦 就赶快离开这样子 对 重点还是安全第一 对 对因为工作其实 再早就有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条 对对对 所以我们祝各位职场小白 你们都可以找到适合你们的发展舞台 然后千万不要被骗啊或者是 对啦 步入陷阱 对对 你要陪到这样子 就大家提高警觉 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大家说 哦那什么 每个步骤每个地方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就是说只是说你要提高你的警觉 对 就是意有不对劲 还是安全第一这样子 嗯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贺老师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 欢迎你按赞 跟追踪还有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谢谢 拜拜